現狀 請大家看 強烈反對一階段領票 中選會委員 其實中選會委員怎麼是中選會委員 你不就說是藍軍的中選會委員 這樣做不太客觀 換話 切腹都奉陪 要切白的 好 我們先看劉光華委員 剛才說國民黨推薦 劉光華委員 指責張正雄 中選會有沒有預設立場 如果張正雄我說 你有沒有預設立場 不可以吞 我想問大家 18個縣市都還沒開票 就說串聯 堅持要什麼 兩階段投票 那有預設立場嗎 所以威脅有效 今天是威脅有效 不是 他指責別人預設立場的時候 他有沒有預設立場 有啊 為什麼預設立場就對了 別人預設立場不行 藍色預設立場一向都是如此 他們就很自然 他就不許綠色有預設立場 是 我覺得深刻一點來看 就是說我覺得民進黨的人 我認識這麼多民進黨的人 我真的覺得說 他們的性格上來說 是比較溫柔敦厚的 所以在每一次的 有爭議的事情當中 我們看到的都是藍軍的人在做杯葛 好 我舉個例子 2004年的那一次 我們不是投了公投嗎 不曉得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台北市開始規劃說什麼雙U型 那個東西就跟中選會的規劃又不一樣了 那個時候開始他們就 我覺得 我的感覺是說這些年下來 顏色才是唯一決定他們腦袋的那個關鍵 道理從來就不是他們考慮的一個重點 那我今天有一本書沒有帶來 這本書的書名叫 《民主到底》 它就是在分析台灣那一次 2004年那個公投的種種面向 然後還援引了很多國外的例子 我覺得非常 我今天看那本書之後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說 它所有國外的經驗當中 沒有一個國家是 一階段兩階段領票投票 這是成為一個話題的 沒有 沒有人覺得這是個問題 只有在台灣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杯葛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 我今天是說 如果是對的 你都要堅持 不用去聽他 他怎麼說 我說他今天問你預設立場 我要請教 如果兼職兩階段算不算預設立場 也算了 那為什麼你可以預設立場 我不能預設立場 我也不知道中選會有沒有預設立場 我說為什麼你會知道 我不會知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以前說什麼 我說台灣要建國 台灣要獨立 台灣怎麼樣 沒有九二共識 意識形態治國 我要請教 堅持有九二共識 算不算意識形態 也算了 那是不是 意識形態治國 堅持維持現狀 算不算意識形態 換句話說 我要告訴大家 意識形態沒有錯 哪哪叫意識形態 是毒蛇猛獸 沒有意識形態的人 才是毒蛇猛獸 為什麼 他就沒中性屬性 因為統一也是意識形態 他也沒對 那是他的選擇 為什麼叫美意識形態 好像很可恥 所以 台灣人你覺得是對的 你都要堅持 我堅持台灣 有什麼不對 為什麼你講的就是對 不好意思 來 竟然要補充 我認為趙淑健 昨天參加第三社會黨 是不當的 因為 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你在行使你的職權 你參加政黨的活動 然後去表達 在那個政黨的 他們在很多的發言當中 那個情緒激昂當中 你要比情緒激昂才能上報 今天這樣的一個情緒出來 然後馬上要推 再來 我覺得這整個事情有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就是 過去國民黨一直在講 當家不鬧事 他今天不當家了 所以他學會在 鬧事 那你今天當家了 你要對於當家不鬧事 你如果陷在這個框架裡面 你就沒有辦法處理問題 還是你有更好的辦法 在這個狀況下 你超脫去尋求一個方式 那個方式 就在這個衝突妥協當中 這樣大家看到了 我們今天看到 包括我們在講 昨天這麼多案子出來 他有骨牌效應 當你一衝我就退 一衝我就退 這是當家不鬧事 所造成的一個後遺症 如果你今天當家 你就掉入你不鬧事的這個狀況下 你就沒有辦法堅持 我認為他未來會一直 面對這樣的一個骨牌效應 但是剛剛那個 詩琪 詩琪講的 2004年確實 後來定案的是台北市 台北市最後定的那個案子 中選會後來用的是台北市 但是我必須要這樣講 那時候的馬英九 把所有的學委會的人 通通趕出來 記者也趕出來 把大家都趕出來 不讓大家看他 到底有沒有領公投票 到底有沒有在這裡面 支持公投 我覺得那個做法 也是非常惡劣的 就是說投票行為 本來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個開放的空間 你這樣子的 用他的公權力 為什麼要把記者趕出來 要把這個 因為公民投票 是直接民選 是一種普世價值 在那個狀況下 他不願意再對立的那一面 但是他又不能 在外高喊著 不要公民投票的時候 去讓大家看到 領了公投票 他兩面要討好 最終乾脆 他又會鴕鳥心態 通通出來 不要讓大家知道這個為什麼 我要這樣講的是 公民投票 如果是一個普世價值 今天碰到這樣子的話 中選會今天當斷不斷 他只會造成更大的聯誼 更大的波然 因為只要衝撞 只要今天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就有效 這兩個角度看這個事情 這個越嚴重就標示 立法院那一拜 中選會組織法 董的有道理 那時候公民投要 釜底抽薪 整個政黨比例 我可以敲鑄 敲鑄不是只有投票界定 後來要宣布 說什麼人董事 他可以說 我不要宣布 裡面有問題 所以這個釜底 在外形的時候 他才開始 十八萬七地方 來保衛中 我不要做 讓你中央專議員 停在那裡 這是正面來看 他的意義 正在撞出來 我們就已經知道 那地方打到什麼事情 還有人說 沒有什麼民主概念 還不服從多數 等配合什麼 現在你們才知道 很重要 第二樣 左邊來看 中選會不是去年成立 也不是今天成立 這長期裡面 沒有把我們選舉的界定成績 立即一個標準制度 台灣人操操操操 不管你拿去 就是沒有制度 這個制度 聽下去 大家這樣遵守 我們就是這樣 一次分析一次 一年 一年 算了 沒有出 平安中選會 大家公德圓滿 回去休息 其實這樣有什麼意義 台灣現在需要一頂 只要定一個制度 後面選舉就是這樣 不用再 老實講 他剛才實習說 那本民主到底的書 我覺得講得很好 全世界還有一個國家 會像一階段兩階段 差到這樣 哪有一階段兩階段 請大家看 這是 我今天用比較簡單的方法所設計的 這樣可以嗎 一張票裡面有總統 總統票裡面有社長頂有馬英九 一票 看你要回答 然後呢 這邊是公道票 公道票 台灣入聯 你是要投 印 贊成還是反對 中華民國反聯 你是要印 贊成還是反對 就是這樣而已 這樣子很難嗎 唱票的時候拿出來 謝長廷一票 還是馬英九一票 然後呢 台灣入聯 贊成 反對 唱票請問那麼多人看 我們還來對公 剛才大家拿出來 就是那個洪老師提供的 這個佛羅里達的日票 人家二、三十行的東西 在這裡 對 台灣如果只是 只是 這樣而已 這樣就會出亂子 是 那台灣人 真的 全世界的人都覺得 這個民主是假的 這個可以幫 國民黨的 中華民國反聯 增加什麼 領票數 洪言你講到關鍵 但是他就怕 國民黨就是不想反聯過關嘛 他現在不敢說啊 他現在是 啞巴吃黃年 有苦說不出 你知道嗎 他在殺價 一樓底民進黨這樣算 算到現在 騎虎難下 好 他現在 為什麼國民黨 憲勢要兩階段領票 是 他就不希望公道 跨過那個 一半公民宿的門檻 因為你兩階段 有人可能 怕去幫忙打 不敢去而已 不是像趙書建說的 怕去幫忙打 不敢 不僅 其實很多人 怕去幫忙打 不敢去而已 這是符合秘密投票耶 對啊 因為你這樣 你不管投 反聯 陸聯 沒有人看得到 我覺得這個是很方便 不用差一階段 兩階段 你一張票一次給你嘛 對啊 我按照國民黨的兩階段投票 這樣就有意義 我要說是說 這樣是偏談對一邊 沒有啊 怎麼會這樣 可是他重點就是不要讓公投過 我們一到現在也沒有看到他有在連署 而且我覺得 你怎麼怕不要讓公投過 中華民國反聯 反正在用他啦 這就是他的矛盾 就是他推了 但我覺得他推是因為在民意的壓力下面 感覺上然後被民進黨逼的 他就勢必好像覺得說 這個是民意 是主流 他應該要推 但他骨子裡面就不要嘛 他骨子裡面就是一個保守守救威權 政極天下 你們怎麼可以有 表達自己意志的權利 怎麼可以 當然是我要幫你們來表達啊 骨子裡面就是這樣子的威權心態啊 所以我要說是說 像這樣啦 當然我不是很厲害說 我設計得很精密 我是說用這種精神 第一 一個小時而已 不浪費 第二 省時間 第三 會混亂 沒有一階段兩階段的問題 第五 都公平啊 這樣有什麼好反對呢 我要請教大家 會啦 還有環保 還有環保啊 還有環保 這不是 這就是台灣進步力量問題嗎 這都不是國民黨要的 你不知道國民黨要什麼 我也認為說 只是單純想把那個公投 把他阻擋掉嗎 我認為都不是 我認為國民黨要的就是亂 他就是要亂 他現在所提出的任何理由 他就是要亂而已 你說什麼他都不會 他現在要的就是要 就給你搞亂 你告訴我 為什麼一階段會亂 他到現在只是 都沒有提出一個 可以說服人的理由 全部就是為反對而認反對